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划完成以后呢 新生成的字符串 这个地方呢 同样的大家呢 还是要注意啊 咱们字符串呢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被修改的 所以在这返回的是新字符串 我们在这呢 有一个字符串 它是 this is 或者呢 是这样的 我们给它写一个号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想做一个操作 就是我想把里面的r给它替换成oldr 那么在这呢 通过这个stream.replace去进行避换 那么我要替换谁呢 我要替换r 替换成什么呢 oldr 在这呢 我们去输出最终呢 就能够完成一个字符串的替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有两个r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字符串去进行匹配的 那么它只能将第一个r呢 给它替换成oldr 第二个r呢 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匹配的 那么如果啊 我们想 想什么呢 想替换所有符合条件的这个字符串 啊 那么就必须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证则表达式 怎么去做呢 同样还是这样的一个代码操作 我们呢 要把其中的这个匹配字符串呢 给它换成这个证则表达式 那么直接这么去匹配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匹配全局的 我们需要呢 在这个地方呢 去给它加一个g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全局所有的这个证则表达式都给它匹配到 当然呢 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r呢 给它改成了大写 按照我们之前这个大小写区分的一个原理来说呢 它只能匹配到这个小写分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大写呢 也匹配到 那么在这就可以呢 给它再加一个修士服 i 让它呢 忽略打下去 好 那么这呢 是我们关于replace的一个用法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substream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格式 它的格式呢 是字符串.r start stream 然后呢 是start and 那么它的作用呢 是用来做这个字符串 提取的 它呢 是在指定范围内 提取字符串 然后呢 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对于原字符串呢 是没有修改的 那么我们的返回值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提取到的新字符串 好 这个地方呢 注意一下 它呢 跟咱们原来的这个数组中的字符串提取一样 数组中的元素提取一样 它是不包含结束位置的 好 我们呢 一起来看一下 例如说在这我们有一个字符串 它呢 是 hello word 然后呢 我们想 将这个字符串呢 进行截取 截取哪个部分呢 截取从2到4的部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么最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截取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l 我们来数一下 0 1 2 3 4 啊 不包括4 这呢 就是我们的substring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plete splete这个函数呢 它是用来干人的 splete这个函数呢 在我们这个进行字符串处理的过程中呢 占有的地位呢 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它呢 是做这个字符串分割的 好 那么它的格式呢 是 script.splete 里面呢 里面呢 传的是分割符 里面呢 传的是分割符 里面呢 传的是分割符 好 第二个传数呢 是 是深层的速度的长度 那么它的返回值呢 是 通过分割符 分割符 分割成的 装有 紫串的数字符 什么意思呢 我们直接通过一个代表 去给大家看一下 没别人说啊 在这呢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 this is a box 那么我呢 想将其中所有的这个 单层的都提起出来 那么经过分析呢 我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单层 它都是通过这个空格的去进行分割 好 那么在这呢 就可以呢 通过这个空格 将我们原来的字符串呢 给它分开 那么它分开的原理呢 是啊 在这个地方 左右两边呢 分开 在这个地方的p一张 那么最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呢 会生成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装有通过分割幅分割成的 紫串 通过分割幅分割成的紫串 那么这呢 就是咱们supplate 它给你做了 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我可以呢 去限定我生成数组的长度 那你比如说呢 我这呢 写一个2 那么最终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续的这两个元素 它就没有了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一般情况咱们用的比较少啊 好 那么在这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分割幅啊 它是整体 它是整体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我们其中的有一个空格呢 它是有两个空格 那么在这呢 如果我能想要通过两个空格 空格进行分割的话 他们对不起啊 我只能分割两个空格这个部分 一个空格它就不识别了 它在分割的时候呢 我们的分割幅呢 是看作一个整体的去行对待的 好 这是其中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同样的还是上面这个题 如果我们要通过这个空格进行分割的话 在这呢 就有一个问题 中间呢 会多出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是空 其实呢 不是空啊 只是因为呢 它分割成这个空字符串 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咱们在分割的时候呢 是通过分割幅呢 进行切 那么这两个空格中间呢 自然而然呢 会分割出一个空字符串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要注意 好 那么是第二个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第三个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就是 如果这个分割幅是空字符串 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那么 我们的字符串会分割成三个字 好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好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在这呢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通过空字符串进行分割 那么最终呢 它会将这个字符串呢 分割成三个字符 然后呢 放在我们的这个数字里 好 这个大家来注意一下 那么最后呢 再给大家强调一点 我们呢 从这个字符串 到数组 是通过这个splete去完成的 然后呢 通过这个数组 到字符串 我们呢 可以通过这个 状况呢 去完成 那么您比如说啊 在这呢 我输出这个字符串 以后呢 我们再将原来的字符串呢 通过这个状 用加好的等号呢 去把它拼回去 再让我可以把它的返回值得去 输出一下 好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最后两个 关于这个字符串 大小写的这个方法 一个是toLover 一个是toCase 比较简单啊 你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呢 有这么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的前半部分 是大写 后半部分是小写 那么如果呢 最终呢 我们想把它呢 变成全大写跟全小写 就可以通过 这两个方法去完成 那么定的是全小写 定的是全大写 然后呢 我们来输出一下 运行 定的是全小写 定的是全大写 定的是全大写 那么这呢 就是我们关于字符串 方法的一个学习